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次官拍拖 阿洋真的好, 第二次跟你做 非常希望次官次教 我們今次講如是我問, 開《幻獸》這個題目 《幻獸》, 幻想的幻, 野獸的獸 在各個民族的傳說裏都有幻獸 幻獸的存在原因, 有很多個原因 但有一個是非常適合我們說的 幻獸是代表地方畫一個民族的文化 跟文化有很大關係 因為幻想有一個文化的象徵 我們今晚主要講這個非常好的例 這個就是龍 龍不只是中國? 全世界都有的 龍已經表達到各個民族不同的想法 對龍這種動物不同的認知 還有很可憐 我們說Dragon這個龍字 在中國就是一條蟲 一條大蟲 但在外國未必一定 所以我們都可以 因為他的外象 即是外表 以及他的性格 也看到這個國家或民族 對世界金、世界觀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先講講中國 好啊 我們看到中國的龍長身是一隻蛇的身 蘇就是蝦蘇 然後是獅子的中毛、綠的角 讓你感覺很威猛 有一輪 有一輪 有很威猛 而且感覺上是一種你覺得舒服的 很詳細的 所以現在所有喜慶場合 龍鳳呈牆 龍鳳呈牆 輝春都會這樣寫的 酒樓很多時候 龍鳳柱 都要製作龍一鳳 以前有茶樓叫龍鳳 結婚又是龍鳳鴨 所以在中國的龍陶藤 代表了整個中華文化 當然以前 牽原皇帝 什麼部落時代 都有不同的陶藤 到現在 就已經統一了龍 作為一個華人的陶藤 如果你考古看 很有趣 這個龍 最早出現的形象 是一隻豬 叫豬龍 這隻龍很肥 是在攜帶肉的形象出現 這個可能代表了風性 或者是繁殖好 繁殖優良 的一個象徵 因為那個時代 修是不好的 當然要肥絲大隻 才是好的 這個比興春周戰國祖 這個差不多是周朝的時候 肉的濟氣 是濟氣 慢慢轉化下來 到了宋明的時候 已經定型了 我們剛才所說的 有國非天 有五爪 我聽說是這樣的 民間只能夠四爪 五爪是皇帝專用的 不能夠隨便 我們現在的人收購到中國皇帝 尤其是清朝的龍婆 龍婆有九條龍 但表面上 你看不到九條 只有八條 有一條就在裡面 在蚊裡 拔開了蚊裡 還有一條龍 九條 只有五爪 九五之尊 沒錯 大家看過 北海 北京北海 是發九龍壁的 當時小時候去看 特地數下 九條龍 每一隻都是五爪 真的五爪 民間那些彩繪等等 雕塑彩繪 真的是四爪 沒錯 还有这个龙定性的色彩,这是黄色 这个黄色是不能随便用的,一定要是黄色 人家才用到的黄色 古代是黄色和紫色代表黄色 紫色是更高贵的,因为很久 但最奇怪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紫色是一个贵族 人类考据说,紫色配料是困难,不容易得到的 是一种矿物质,矿物的颜色 所以很稀有,只能够用在黄色的衣服和漂染上 即是最尊贵的身份 中国也是紫棋东来,紫色是黄色的颜色 我醒起一个故事,紫棋东来 那时候是蒙古之河,蒙古之河在黄增孙 猜子杀全监,黄增孙出世,没多久就放在监狱里面 然后有些术士跟后母帝说,为什么监狱有紫棋 看到母帝怒起来,找人要杀杀整个监狱的囚犯 谁知道那个牢头,炳吉死命保护黄增孙 炳吉后来做了宰相 炳吉后来做宰相 后来王增孙登基做了汉孙帝 西汉末年英明有为的 这个牢头炳吉后来做宰相 所以紫棋有得看 炳吉有个诚语用的名字 炳吉问牛,炳吉问牛 炳吉问牛就说 做宰相不关心其他小事 他就看大事,看牛是否转气 就体会到天气有没有转化 中国的龙一向是吉祥的 没有半点邪恶的感觉 但是外国受到耶教的影响 龙叫Dragon 其实是阴公 不应该译为龙 因为文化上有差异 Dragon就是Dragon 龙就是龙 所以现在译为龙就是龙 不是Dragon 这两个完全不同概念 是很邪恶的那种 它不是普通很恶的手 是邪恶的那种 是石旦的化身 在圣经上是一种 最早的一条蛇引诱下当下蛙 后来也是Dragon Dragon的太祖 还说在地狱里也困了一条龙 叫Dragon 这个在启示录后面 你刚刚说的阿当下蛙是创世纪 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卷书 里面也说很多邪恶的龙 尤其是大红龙 大红龙 是 吞灭生性子的产妇 是 而且他是一个巴比伦淫妇 大淫妇 两个是二 差不多两位一体 这么邪恶 是很邪恶的 这条又叫古蛇 古蛇的意思是跟阿当下蛙引诱的食禁果 这条蛇也有关系 即是人类始祖犯罪之痴 就是蛇和龙 都是这种东西 西方龙的形象和中国很不同 即使他将牙毛爪也认为他很长细 西方人们认为他是魔鬼 他的尾巴 也认为异齿蝙蝠 将牙毛爪是想吃人的一种 不止的 因为他是魔鬼的发生 所以他是撒弹的发生 在祝世纪定一刑 他的本定 除了他的胸上的大力之外 他还可以喷火 在西方的很多儿童故事 或者童谷里面 我们都会发现巨龙 不是很龙 巨龙是很残忍 一有什么移动 就吐了声 喷了喷火 你或者有没有印象 例如以前白雪公之白马王之 这些卡通片 他经常有一只巨龙出现 就算最近电影也经常有 魔戒 在地的深渊里面 那只巨龙 又是上天噴火 毁灭大地的气势 他需要有一只很大的翼 协助到他可以飞翔空中 这个翼就是蝙蝠的翼 还有他有一只魔爪 魔爪的爪很厉害 眼界很准 就像蝙蝠那样捉到他的目标物 这个其实很多文座家认为 就是综合了 这个龙综合了蛇 蝇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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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哈 恐断的动物 motivation 准备 人类很惧怕 某些动物 因为他们会上伤害 McCain 刚才我们说的那几宗 都是伤害人的動物 РМ 最后把外王子的形象 将其一只 während hun子的形象 变成了圣经所说的 中國是很奇怪,他把那幾樣東西集合在一起,但一樣是兇猛的,但是他變成一種長碎,還是四大碎手之所的論 鳳麒麟和龜,三種都在世界上沒有,龜就只有龜 但是麒麟應該在中國古代曾經有過,孔子說絕不於獲倫 這個有個故事,我看過一幅畫,西域獻給中國皇帝,我想是時為唐朝 這幅畫很有名,就是一個西域的藩人牽著一隻麒麟 其實是欺騙我們中國,因為中國並非非洲,是沒有長紀錄這件事 看到這種東西,就覺得很稀奇 那些人就說這隻是麒麟 為何麒麟會騙到中國呢? 因為孔夫子所說的,五百年才出一個麒麟,出一個聖人 麒麟出,就是聖人出沒的時候 即是換句話說,這隻瑞獸,他平時不出現 如果在某個角落出現,即是這個世界出現聖人 將聖人又會使得整個世界,吉祥,五福豐收 或者天時地利也好 就算不好,那些泰腳友也拼命捧出麒麟出來 其實那種長頸鹿的形象和中國麒麟的形象,相差很遠 就算看那些武麒麟,或者大廈外面放的麒麟 中國麒麟是晚獸,不過他是人獸 他就不是亂傷人,咬其他動物那種 但長頸鹿本身不會張牙舞爪 是吃草,很純品的一種動物 這裏有一個中西的比較 麒麟跟西方的獨角獸都有角 麒麟的獨角,跟獨角獸獨角有甚麼分別呢 有些人說麒麟是中國的獨角獸,是錯的 兩隻角,是中國的麒麟 一隻獸有,一隻角都有的 中國的麒麟,頭的角是肉質的 它不是角質的 而西方獨角獸的角,真是有角質的角 即是水牛角,凌陽角的角,是角質的角 中國是肉質麒麟的角 他抵人的時候,是不會傷到人的 即是狀人的時候,他不會傷到人的 就說麒麟是一個人獸 是有性的,有人性的 而且是幫助人的 當麒麟出現的時候,就會天下太平衡 但如果麒麟被人殺了,就麻煩了 所以孔子就寫不下去了 絕不於獲倫就是這樣 這個又寫了,你記得我們近時有個 香港英籍廣東叫做大麟子 麟子是一個好東西的 麒麟的麒麟 又有書說麒麟,麒麟就是為藍 麒麟就是為一雌一雄 即是鳳王也是,鳳王也是,鳳一般是藍的 鳳頭王 現在很多人中了這個鳳,當作是一女的 變了,那就同性戀了 其實以前說人中龍鳳,鳳初,鳳初 你不會說鳳初先生是拿刑的 對呀,不拿刑,鳳是男人 現在我們的鳳王山,有兩個風 高的九三四米都是鳳風 九一百米矮少少,然後鳳風 鳳王山也是這樣叫的 也是這樣叫的,因為它是鳳王 是的,黃小少少的,癡療 沒錯,中國的鳳王說過之後 我們可以說說另外一個不同的觀念 就是幻獸裡面,我們有麒麟有鳳 鳳這個這樣的觀念是飛鳥 但是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飛鳥 很多人說古時看了孔雀當作是鳳王 鳳,其實鳳還鳳 它是一種有點像山雞的雀鳥 但是它是羽毛特別漂亮的 很華麗 表姐就是使得有一個走出來的儀態 鳳兒 現在很多人改的名字 女兒的名字叫做鳳兒 因為她的儀態和格局高貴 高貴,有尊嚴 即不是漂亮那麼簡單,要高貴 是的 西方另一隻叫做火鳳王 這個火鳳王的名字和中國接近多於火字 但其實是兩件事 這是印度的東西 印度的神話裏面出現 五百年蟲生的時候,要火化自己 含一聲著火,自動著火 著火之後,它會燒成為灰準 在灰準裏面,它會重新在灰準裏面 不知道是吐還是生溫出來 一種新鮮的火鳳王 重新飛上來 一大堆火,在火上飛上來 那個姿勢很好 肉火,重新就是這個 木浴的肉,三點水那個 這個就是印度 其實現在都是東方的 西方經常說火鳳王 但這個在中國來說 跟中國的鳳王是兩件事 不是那一件事 不是那一件事 剛剛說過鳳王、麒麟、龍這些吉祥 如果有人被人在吉祥之日 沒有麒麟,必須被一隻碰撞到? 那怎麼辦呢? 沒問題了 這個呢 香港試過 沒有麒麟那個,我認識的 在元朗 我靜雞雞問他 他問是否不小心 他問是甚麼? 特意爆的 特意爆啊 幸好不在場 不在場也被他爆買一份 當時人也不認爆的 認是一時失手 一時失足 因為那天我記得網民非常興奮 放得超慢鏡 逐格看你 麒麟的眼睛 斬著斬著 那種憤怒和神器 好像是真麒麟來的 上身 真麒麟上身 這一組人 因為在某個慈堂 慶典的時候 我有出席 這個領隊 可能他現在說出來 可能他不太喜歡 我都問過他 他說他爆的 是爺非爺 大家看飯鏡 很難說 總之 每一隻吉祥之物 在一個新蒸頭 砍一砍 都不是一件好事 這個麒麟很有趣 在中國 以前沒有麒麟 在他身邊會燒炮漲 燒很多炮漲 麒麟是重火的 叫火麒麟 我們說 廣東話有一句說話 這個人火麒麟 火麒麟的 揭露漲 就是周身人 一句燒著 周身人 火麒麟 周身人 就是這樣 但是 畫出來的 你會看到 麒麟 是真的很多火 火炎 滿著他兩旁 腳都乘著火 就是藤雲鑑武 換我所說 這隻是充滿火味 火藥味 至少充滿火味 除了麒麟 鳳凰 和龍 還有一種瑞瑟 皮丘 這隻又厲害 又是一種萬獸的形象 很多名字 皮丘 亦是天鹿 亦是辟邪 亦是皮丘 亦是皮丘 杜杜的說法不同 先說皮丘 皮丘 是我們中國南部 周日都見到的 一種二獸 如果在那些 公家的大檔賭場 你不知道有沒有見過這隻 皮丘座人 我就聽過 有人在賭場外放皮丘 對 如果有人做手腳 就在皮丘後面 搞少少東西 是 旺島仔還是旺場 大家有一個鬥風水 這個我聽過 聽過 皮丘跟Picture 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說皮丘 是沒有屎窟的 即是沒有出 只有入 即是說 賭場最喜歡這件事 有入 沒有出 所以就拜他 還有一個助陣 當然有些古書說 皮丘是兩種 一種男的一種女的 皮丘丘 但又是一種動物 這種動物 在香港近時的大檔賭場 是必有隻 皮丘座陣 有入無出 有入無出之外 還有一個 叫大薩三芳 這隻很接近 有牠座陣 就是包無書 即是莊家無書 即是莊家無書 莊家無書 賭仔是另外 賭仔有無書 就不說了 賭仔例外 當然是主人 沒錯 還有刀 來刀 插之薑 你聽過這個嗎 這個未聽過 插了之薑 在砧板上,一把刀插住 这个就放在堵桌底 因为堵桌通常是翻摊 翻摊是一枝长的桌子,有布遮住 下面供奉了一把刀,一把刀插住一把刀是旧姜 刀口是向外的,掠你外面,掠水 这是骤妓的,什么是正头呢 正头是在翻摊头,那位大叔拨摊摊的 开摊 开摊的时候,因为他怕你赢,他输 所以就放在摊的下面,那把大厮三方 譬如丘就在外面坐镇 醉咒几样的,就是妇女不能够坐她正头 如果这边是开摊的,这边呢 一个女性 女性当住就不能够坐了 原因就是,女性的下部很邪 邪什么都说 或者他有月经,或者他有骚髒 他就刚刚那些骚髒,当然是迷信 我们不是说事实,是说有些习俗 这样就斜着那把刀,斜着皮丘 所以你们一见到有妇女坐那边,这个爬摊 就会叫她,小姐,美女,爬嬸 麻烦借名,坐下一点 这些是以前的倒档比较多 现在就没有,我就应该没有了 这个呢,开这个呢 现在你说,修皮 叫人修皮 修皮是什么呢? 修皮就是翻摊术语 开了四个一皮 四个一群是为之一皮 一路数到最后呢 就是两开二 翻开二 四个一皮呢 那个位置皮 现在这个摊不做了 休息了 这样就叫修皮 是这样的 现在就变了 另一样东西了 另外修皮,修你皮 修你皮是很严重的 变成另外的 moved 说完以后扶珮 也会说一下руп龟 修有上 至后它是 teaching 但是它是最现成的动物 世界上有的 现在都在家全都有龟 还有我们也看到很多 büyük的石卑 中国的石卑 下面都留意乌龟,都是鸡座 这种有名的 龙生狗子 这种是我们上次 två 叫际鱼 閉毅 閉毅就是他 他的名字叫閉毅 龍山九子的龍頭歸身 他很喜歡做什麼呢 龍山九子的閉毅很喜歡什麼 所以就負重 上高是一個石碑 由他負重 這個又和神話故事慢慢演發出來 龜又很奇怪 你不會用鳳來罵人 又不會用麒麟罵人 又不會用龍來罵人 龜就用來罵人 龜公、龜蛋等等 在唐朝之災之前 唐上時龜並未去到那麼可惡的地步 還是一個好的象徵 例如你記得還有李龜蓮 龜來做名的 一個很有名的歌唱家 杜甫有首江南逢李龜蓮 正是江南好風景 樂花時節又逢君 很有名的歌聲 但後來慢慢 用了龜代表了龜奴 做了那些不好的地方 的僱傭用人 慢慢的龜 格局就降了 一直降到現在 就爆人龜蛋 龜公、龜婆、龜蛋 變成這樣有侮辱性 但以前龜一向都是吉祥 長壽 而且它是很實在的動物 不是患壽 現在變成了後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龜真的平均壽命很長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 可能我帶你十多二十歲 你可能沒有去過 熔龍別墅去過 沒有 聽了沒有聽過 在青山公路那邊 就是丁九那邊 沒有 熔龍別墅是一間 可以叫做郊外的花園酒家 與六國和彌敦同一士頭 在那裡交外 那時候交外就很高 真的交得很厲害 車都差了半日之道 當日我小時候 我又很有印象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水池 養了一隻千年大龜 所謂千年這隻龜 當然有千年 但怕這隻龜也有八年 因為很大隻 龜殼佔了整個池的差不多大半 為什麼我對龜這麼大的印象呢 因為我的宿伯的人 抱了我 年輕人 站了上去 龜背上高 拍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不知道去哪裡了 但是呢 那時候可能我只是登幼稚園 或者不夠幼稚園 五歲以下 五歲以下 六十幾年前 我成了七十歲 那你大我很多 不只大了十幾年 難怪了 這樣呢 變了那隻龜 所以我站了上去 真的一個小孩站上去 還有足夠的平地 給你搭腳 即是你可以抱著這隻龜 游泳也可以 那也沒試過 因為龜是汗的 汗龜來的 不是水龜 在石屎的缸 缸是汗的 可以站上去拍照 它的龜背是圓拱形的 還是平的 圓拱形 那它應該是綠龜 綠龜 綠龜不是水龜 但這個綠龜 因為大 所以它那個 能夠被小孩暫立的地方 都平 不會滲下去 那它起碼是200磅 不知道 我小時候在香港其遇 就下過熔龍別墅的龜 龜殼拍照 說起龜 一定要說一下 其實不只中國說龜是吉祥 越南那隻 是 劍國神龜 這隻很厲害 這隻在環劍湖 麗太祖 單把劍給他 說回這個故事 那時候大家知道 明成祖朱棣 征服了安嵐 安嵐人不斷反抗 去到明宣宗的時候 其實明宣宗的時候 國勢仍是強的 那時候 越南的黎太祖 就起兵抗命 就是你剛才說的環劍湖 當時還沒有叫環劍 還沒有環劍 經過那個湖的時候 有一隻龜 就擔了一把劍給他 送劍 不是還劍 然後他說 有神龜 授我這把劍 授我這把劍 陣備一夫 大家一起 砌嵐這個靈軍 結果明宣宗 軍隊被砌嵐了 越南贏得獨立 變成黎氏的安嵐 就叫黎朝 好了 建國之後 有一次他坐船 去回這個湖 那隻龜出來 他就送一把劍給他 還劍 還劍 還劍還回 我搞定了 然後那隻龜沉下去 以後沒有出過來了 但是越南人 仍然認為那隻龜還沒死 是啊 因為環劍湖中間有一個島 這個島據暈說龜會棲蝕那裡 但是我還有一個廟 我去過在胡志明市 但是我沒有深究過這隻 我聽過這個故事 但是沒有深究過龜是否在池底 那隻龜後來變成國際新聞 在2009年的時候 他們就浮水 因為他只剩下一隻 有幾百磅 有人發現那隻龜的身體出現紅斑 還有精神狀態不好 覺得他患了重病 越南政府和人民 真是官民一心 人們就去想辦法救龜 那隻龜淹沉了 湖底是怎樣罵他 是國保 是立國之保 黎泰祖 到現在他們相信這隻龜 那時候都會命處 六百多年 當然從自然科的角度不是 但是他們是相信這件事 這是精神之處 湖邊圍著一大堆普通百姓 那些普通人民在那裡盯著 然後政府用船不斷在上面找 最後找到他 找到嗎 找到 就撈他上來 用獸醫 用全國家的力量 送他去醫 有醫好嗎 醫了幾年 結果今年年初死了 拜拜 應該是因為年老多病而死 對 看藥 不是真的龜 它叫別 是一種巨型的水生爬蟲 水生爬蟲 別 這個跟水羽和代母有分別 因為龜是腳 它那裡是一個撥水的翼 是一個旗 不過它們都是跟龜的類別 都是一個吉祥 而越南那種 簡直是立國的一個機隻和先寶 Icon 跟黎泰 網馬叫什麼黎泰組 越南反叛中國就歷有歷史 很久了 一向都有 由漢朝的時候 二貞 二貞王后 已經開始率領越南人打中國 二貞是女人 兩姐妹 就是女將率領越南兵 她的步驟 反國 最早在秦始皇的時候 開這幾個郡 膠紙 現在我們說膠紙就是北越 廣西北越 去到差不多中部的地方 這個都是膠紙 潘儒就是現在的廣州 廣東省的南部 可能包不到香港 她那時候 隨時說八月 包了廣東的南部 越南 北面 八月 那個月 不是現在這個 廣東的月 就是月過的月 那時候八月 因為最 差不多 你想想 秦朝在陝勢 下來了 很遠 不是說人那樣品 真的死得人 當年趙陀 我們現在還有廣州 有趙陀墓 趙陀的孫的墓 其實不是趙陀的墓 還有趙陀的南月王的花園 你也去過 沒有 我去過 全部兩個都去過 那時候 秦始皇就派了趙陀 帶了他的兵馬 就下來了 我想都走到死死下 沒有路 而且北方人來到南方 很容易病 對 死了很多人 山南脹氣 那些 頂不順那些熱浪 還有疾病 那些蚊也摸醫 疾病跟北方不同 不同 但是如果你看回趙陀孫的墓 你會發現很奇怪 趙陀真的有心來到南面青王 為什麼呢 他帶了很多工藝品的工人 我見到一個玉雕的西角杯 這個真的很漂亮 不是在北方的時候挑的 是來到南方之後 就地取材 用了那些地道的西角 來挑這個酒杯 當時中國北方已經沒有西牛 對 南方仍然有西牛 有西牛 現在東南亞還有 蘇門答立和爪哇 還有一些小型的西牛 很稀有的 對 還要白西牛 這隻真的世界沒有了 白色的西牛 不是非洲那種白西牛 是白色的地方 很罕有的 很罕有的 真正的西牛 即中國西牛 我相信都絕種了兩千年 三千年以上 應該兩千多年了 因為我們看屈原的楚池 還有西牛 用西牛皮做的盾 肯定是到春秋戰國的時候 還是有的 但應該接近沒有了 應該接近沒有了 現在東南亞就剩下 蘇娃和蘇門答立有少量 小許 小許西牛 那些貧林滅種 但中國以前南部已經有了 可能廣州已經有了 廣州、敏江一大 可能也還有西牛 你記得嗎 有鱷魚嗎 有 韓魚去到潮州 就是製鱷魚民 現在你怎麼找到鱷魚 怎麼找到鱷魚 沒有了 可能看到氣候漸漸改變了 還有人類活動 氣候漸改變 鱷魚有另一隻 就是所謂北帝 北帝是一隻靈鱷 蛇鱷合體 你如果去過廣東 廣東路有一個叫佛山 佛山的祖廟前面有個祠堂 中間供奉了蛇鱷 這是北帝軍的象徵 蛇和鱷的合體 我暫時沒有日子 有資料為何會合體 我不懂 這個很難猜 不過有一種鱷 鱷魚的頸是特別長的 蛇頸鱷 它不是特別大隻 不過看起來好像是一條蛇 零四射的頭是長了出來的 動的時候好像蛇一樣 但是背著鱷殼而已 鱷有跟其他動物 好像合體的類型 還有一種鱷鱷 是北美洲鱷魚的鱷 是咬合力最厲害的一種空蠻食鹿 有人測度過成年的鱷鱷 這麼大的 兩三尺寬的殼 讓西瓜被咬 是散了 被那隻鱷可以咬散嗎 咬散的 你在YouTube看到的 你打到鱷鱷 有人測度過 咬合力可以去到1000磅 很厲害 所以人如果被咬中的話 即刻骨也沒有 即刻手指或腳都要拔掉 所以我在旺角也看到 有鱷鱷嗎 有 寵物店我見過 很細節的鱷鱷 會不會被人賣 有人賣 只是幾十元而已 但現在還有沒有賣 我不知道 養大他不能碰 所以現在有人養大的時候 就把他亂放 那就糟了 害死了 你害了人 亦都害了一些原生的動物 又害了自然生態 也害了他 你別以為他放了生 他死了 所以那時候亂的 放生的人很喜歡放龜 因為龜是代表吉祥歷 我見到道貫和佛子都養很多龜 他以為可以找法師祈禱一福 念一經 巴西鬼淡水龜放在河 結果漁護署 救了兩百多天 叫人去認養 早幾個星期前 每次放生都亂放死 不可以的 而且就算他不死 他又會吃原生的動物 會影響當地生態 整個食物鏈改過了 澳洲引入外來動物 結果引起很大的生態災難 另外說到龍 又有人在馬來西亞沙巴捉回來的倫敦 然後馬來西亞沙巴捉回來的倫敦 然後馬來西亞沙巴捉回來的 然後馬來西亞沙巴捉回來的 又死了 你龍等就知道那些這麼巨人的食慾 你對香港水域的原生動物怎樣呢 而且他下去未必一定適應的 又會死的 所以不要亂地放生 你要放生 即是放生的龜 要學香港的海洋公園 怎樣做呢 香港的南丫島是綠海龜的橙卵地 很罕有 世界上一個很知名的地方 前幾年都有綠海龜來生蛋 當地的原居民、村民覺得零歸上岸 很重視這件事 一看到他們來 如果發現他們通常是晚上來的 看到有報警 警察馬上受保護 馬上封海灘 然後叫漁護處和海洋公園的專家 第二天來掘彈 就去海洋公園 枯化 到某些專家覺得不可以放了 就去那些沒有龜生蛋的海灘 放出去 放小龜 將來那些雌龜成長 就會回來原有自己出生的海灘 有記憶 沒錯 但為什麼會有這種記憶呢 現在科學家暫時未有一個統一紀律 但這種放山 是一種結合科學、人道和環保的放山 和專業專家的醫療等等 才是很放山的 我又聽過 又是把小鳥亂放山 又是害死 害死那隻鳥 害死那隻鳥 大多數都是死的 家道理農場 就經常做這些醫療 然後放山 捉到受傷的嬰 他就醫好 然後放山 但受於發現他已經不適合野外生活 就養回家道理農場 所以說要放靈歸也好 要即善即覆也好 千萬不要亂放山 對 做錯了一步 可能更加害死出生 對 還有你積覆變成造業 何必呢 我們說中國很多幻獸 其實很多都是靈的 唯一剩下的岁獸的龜 那就更加不要亂來 剛才我們說了龍、鳳、麒麟和麒麟之外 跟皮丘之外 跟皮丘之外 西方邪惡的龍還不說 邪惡龍除了我剛才說之後 另外一隻龍是中的 這隻龍,我想你會熟 威爾士打球,那隻棋是一隻紅色的龍 尾巴是一隻箭 這隻龍是中的 威爾士棋也是這隻龍 打球的威爾士隊都是用這個做他的象徵 這隻龍在亨利八世 他的私人旗分開了四角 有一角都是一隻紅龍 他的兒子一枝武士 都是用這隻龍做他的旗幟 這是他們的吉祥物 就是在威爾士 那為什麼西方的龍是邪惡 而威爾士是這樣呢 最大原因是因為 亨利八世根本就不理睬你 不理睬你基督教的教廷 他說我獨立出來 我成立自己教會 我國王就是教主 他派了兩個大主教 就是主持 他自己就是最高的話事人 到現在英國女王 或者將來英國男王 都是教會的最高的話事人 他是要脫離羅馬天主教的控制 所以紅色的龍是不宅忌的 是沒有了孤忌 不同的基督教 不同的新教 不同的舊教 他是有這個龍 說起新教、舊教的恩怨 有些新教的解經家 就說啟事錄的大紅龍、大淫婦 就是羅馬天主教 對,是羅馬天主教 哇,你經常聽說 這樣說得這麼邪惡 因為他在十六世紀 馬天奴德搬出來 搬出來之後 兩家誓成水火 打過很多仗 宗教戰爭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很多人問 我問過很多人 沒有個式 我說 如果你信新教 請問新教有多少個支派 有多少個Z 很多人打出 其實有三個 就是馬天奴德、Kevin 和英亨利八世 其他涵能 掌老會、浸信會 涵能 都是由這三個原始的式 刪出來 當然也有很多邪教 就是科學教 很多的 夜王華星電、魔門 那些哭 有機會說說邪教 也好 我們需要 人民神殿 不止邪 不止害人不淺 那次 那次 找一次如是可以說說邪教 我跟你們倆說 說得不停一嘴 說龍不能不講蛇 蛇本身是蛇的 蛇在新教裏 即基督教裏 天教裏 未必是邪惡 先說 在比較早些時候 在希臘裡面 蛇是一件好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拿到另外一個象徵 就是脫皮 就是重生的脫皮 所以你現在看到 現在還在用的 醫療 那個標籤 就是兩條蛇 一條柱 是的 小時候的核心組織就是那個 也是那個 好像一支棍 旁邊的蛇捲著 這個銅蛇 以前摩西也是拿著銅蛇的棒 醫療人 因為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在中途有病 上帝就叫摩西整條銅蛇 一看就行了 你去找醫藥嗎 去抗藥 看就行了 這個也是希臘的宗教裏 用蛇作為醫療的一個標籤 但現在當著蛇的醫療價值都很高 蛇毒、蛇的血清等等 蛇血清很厲害 是差不多很多毒 湯力的很多毒都是他幫忙 本身是毒的 他又有解毒功能 第二 藥劑是怎樣 藥劑也是跟著那條銅蛇 不過它多了一個水盆 那條蛇在兩個水盆上抬著 這是藥劑的標籤 也是蛇和醫療有關 東西方也有 中國人用蛇入藥 真的有很多方式 這個中國人有一個傳說 就說蛇膽俱鋒 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我沒有吃過 我蛇根也不吃 你不會吃蛇的 我不會吃蛇的 沒有吃蛇的 我不會吃蛇的 蛇膽就有看過 那時候我做《歡樂今宵》的時候 我曾經做過一個提議的題目 就是把一些日常常見到的現象或行業 介紹出來 有一個就是湯蛇 這個湯蛇不是那些湯蛇 正式湯蛇 就是用一條蛇 湯蛇那些 這個湯蛇 我為什麼會特別有印象呢 源起於我在台北 那個夜市 華西街 華西街 很出名 你去過 去過有蛇 華西街的事 有一個小女孩 我看那個女孩子 她是九歲十歲 很小 這個蛇妹 在一個布袋裡面 一隻手拔 一隻大蛇出來 是毒蛇的 第一件事 首先 用腳趾 沒有穿鞋子 一夾就夾住蛇尾 第二 找一隻手 一捉就捉住蛇頭 蛇頭 捉住蛇 就沒有動 將嘴吐舌 吐舌 什麼都可以 但你不能動 它最厲害的 下一個 就是反裂蛇 原來這個做法是科學的 他把蛇的骨 一節一節扣住 反裂 就是把蛇的骨 那段骨 一聲 和刀轉了 蛇就癱瘓了 動不了 它含著刀片 就是以前剃蘇的刀片 你看過嗎 看過 很薄的 很薄的 剃蘇刀片 在口裡拿出來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知道 那個位置割下去 蛇頭 我現在都不明白 很準的 我看過 你看過 又不會割爆蛇頭 一割下去 一撕 那蛇頭就癱瘓了出來 當然他找一個東西裝著 然後就賣給過路的人 即是過路就可以了 我去負蛇頭 他就會跟你溝高糧酒 加上蛇頭 有些人喜歡割開它 混合高糧酒 一起混合 整個食物 但是居民 蛇膽裡面很多蟲 很多膽蟲 我就一定不會試 我也不會試 我也不敢試 但是相當有效俱鋒 我就不要搞了 我也見過 在香港的蛇王蜜蛇蜜 在一個桂桶裡 拿了一條白色的蛇出來 那條叫做 廣西吳銅 不知是吳山的 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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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叫做百花蛇 奇毒無術無論 但是呢 就說他的蛇膽是最好的 一拿到一條白花蛇出來 一割 就撕了蛇膽出來 是綠色的 不是綠色的 不是綠色的 是逼綠色的 送高粱酒 特別貴 一定買得到 200多塊褲 當年 當年 現在說是30年前 有些婦女吃了之後 皮膚很濃 不知道 還沒試過 不敢試 不敢試 叫女王 女王試試看 是否滑 是否一滑 叫她試試 我相信她不會做 她也不敢吃 她也挺愛護動物的 是嗎 不會親眼看見 還有陰公 這條蛇 煎完蛇膽之後 蛇腦就丟到膠袋裡 膠桶裡 我相信那條蛇 被你這樣動員手術 都怕這九成拜拜 還沒死 還沒死 但會死 猪猪會死嗎 當然會死 但她不會這麼快死 蛇的生命力也挺強 但她沒有了膽 怎麼生存 不知道 通常被人這樣做 都沒得救 吃完陰公 那條沒有膽的蛇 放在那裡 不知道怎麼辦 她們就當作煮蛇羹 一般是這樣 不會就這樣浪費 不是 白花蛇 不能煮蛇羹 我不知道 不是三蛇 這些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在膠外常常見到蛇 是嗎 你走山 我常常都走 見過兩尺三尺 都見過 沒有什麼 有沒有毒的蛇 有些是青竹蛇 青竹蛇 有毒 沒有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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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不會隨便咬人 看到蛇 幾蛋都看了兩眼 這麼難得才看到 眼鏡蛇 有沒有看到 眼鏡蛇都沒見過 那些都沒見過 青竹蛇比較多 也都見過有青竹蛇 想刮一隻青蛙 青蛙就鼓得一隻波 跟牠對齒 蛇見到我來 就馬上走 知道有人 對 青蛙還在看著我鼓起成身 想嚇我 也很過癮 我寧願看 就比吃 吃比較殘忍 不過蛇 就算你剛才說的 聖經也未必說是邪惡 我記得有一段 你們要順良著甲子 靈巧著蛇 對 蛇和甲子並排 甲子一定是 白甲一定是善良 蛇就是 而且白甲是用來供奉聖殿祭壇的 蛇就不會供奉聖殿祭壇 就是他寧巧著蛇 即是說有時候蛇都不一定是邪惡 今天差不多 好 明天我們再跟阿楊再聊 靈獸 靈幻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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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教什麼都好 可以在這方面再聊 多謝大家再見 明天